是怎么推高了原优的价格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,朋友解析 GoMarkets,在线交易,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23号,星期二,我是Eric 今天ASS200指数上涨50点,收涨在6833点 昨天上涨的旅行板块的CTD,今天继续是扶腰之上 今天又上涨了9.3%,收涨在20.72 今天市场的赢家是ABC,他们今天公布了财报 报告的税后利润接近是翻番的 潜在的税后利润虽然将会下跌6%,但还是比预期高了4.4% 虽然整体的营收相较2019年是全方位的下跌了 但是相较市场预期并没有那么糟糕 再加上经济复苏带来的建材需求的增加 以及公司本身存货周转率的提升 以及现金流的改善都给到了投资人信心 因此今天ABC是澳洲股市表现最好的股票了 上涨了10.5个百分点,收涨在了3.26 今天跌幅最大是PRN,也是一家做矿业服务的公司 相较于19财年上半年的3820万的盈利 PRN20财年上半年的亏损了6380万 今天也就因此下跌了12.588%,收跌在了1.25 近期原油走势很强,WTI原油现在的报价是62.6 布伦特原油的报价则是66.36 高盛今天是又提高了油价的预期 他们对2021年西德州原油的目标价 从原本的58.5美元每桶提高到了66美元一桶 至于原因,除了需求的提升以外 因为钢铁的价格上涨导致了管道、油井 以及相关配件的价格上涨 使得石油产出的成本升高阻碍了产量的恢复 比特币是表演了一趟真正的过山车 昨晚有个时段一小时内跌了6000美金 然后立刻又冲了上来 现在报价仅在5万美金出头 黄金是迎来了大涨 目前又回到了1800美金以上 目前报价在1812美金左右 白银也是突破28美金的价位 现在大概在28点几左右的价格波动 指数方面在科技股 在指数方面科技股是大跌的 纳指跳水标普500回调 但是道琼斯指数还是挺直腰板 继续上涨表现比较强劲 目前道指是在31652点左右 近期波动比较大的标的除了比特币以外 香港恒生指数也是经历了昨天大跌后 今天又一路上涨了上去 现在来到了30740多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